從下午2點到深夜11點 6月16號 香港約200萬人走上街頭 要求港府撤回修訂逃犯條例 遊行人數佔香港常駐人口大約三分之一 當天是父親節 有父親帶著孩子 舉著保護下一代的標牌走上街頭 有殘障人士坐輪椅加入遊行 還有港鐵車長因為值班無法脫身 但是用廣播請乘客代替他去遊行 遊行前一天 一名身著黃雨衣的男子 掛橫幅控訴港府打壓名義 不幸墜樓身亡 遊行當天 港人用鮮花 歌聲 燈光為他悼念 遊行主辦方當天也宣稱 遊行人數為約200萬人加一 依依象徵黃雨衣男子 為何政府是不去聆聽市民的聲音 為何當103萬個人走出來的時候 他都選擇漠視我們的民意 所以才會導致這位烈士 需要以自己生命去控訴這個走 加油 加油 200萬人的遊行過程和平有序 當救護車經過 人海中立刻讓出一條通道 人潮退去後 街道乾淨 港人的公民素質獲得各國媒體的稱讚 港人也用行動展示 他們並非港府所宣稱的暴徒 港人反對與大陸達成引渡協議 最近兩份民調也顯示 約六成港人不信任中共的司法系統 這次的反送中抗爭呢 其核心的意義呢 在於對中共釋放的強烈信號 就是絕不接受中共一國一制 不接受中共將香港染紅 也不接受中共對民眾 基本權力的蚕食剝奪 17號 香港警務處改口稱 沒有將上週三的民眾集會定性為暴動 中共也改口宣稱 支持港府暫緩修例的決定 但是路透社指出 中共態度鬆動 並不是學會了傾聽民意 而是擔憂衝突加劇 香港金融動蕩會間接威脅中共 外界預計 香港人的抗爭 未來將變得常態化 香港年輕人也用展板宣示 他們將抗爭到底 新唐記者林瀾 紐約報導 指摹 百分 death 指摹 確認 文化 指摹